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財政局方面公佈了最新中央帳目數據 根據資料顯示,澳門特區政府頭4個月公共財政總收入是290億左右 與去年同期的309.13億少6% 這段時間經常收入是136.66億 對比去年同期的173.65億亦跌了21% 頭4個月的賭稅收入是102億相比去年同期的123.8億是減17.5% 而另外,財政局的資料亦顯示 頭4個月,政府總開支是262.7億,按年減少3億 經常性開支是213億,相比去年同期的231.6億也是減少8% 而在資本開支中,投資計劃的增幅較大 如果是按年份計算是增加了15.4億至49.24億 由這條數都看到,今個月第一季的賭收是跌了有差不多2成左右 這個數不是小數來的 如果是後面幾個月都是維持在這個數上的話 即是說今年澳門的財政赤字也會再進一步加大 而另外,根據統計局的數據,澳門的旅客人次相比去年同期有增加 第一季旅客總消費升了6.7%至65.9億 不過夜的旅客增加了1.1倍,去到12.6億的消費額 流宿的旅客跌了4.7%至53.3億的消費額 而其實這個總消費上升的話我反而不太意外 怎麽講呢?因為大家都知啦 現在中港澳三地都還未可以大家互通 特別是香港,你去到香港但你回到大陸是要隔離的 變了沒什麼旅客會選擇去香港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令澳門多了代購過來 其實都有好多代購在香港那裏買開貨 但現在轉到澳門那裏買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,這些代購的生意 或是就來澳門那邊買貨了 所以消費額反而是未有想像中跌得那麼低 但接下來由於大陸都收緊了簽註 原本就算是廣東省地區可以一年來六次變成一年三簽 大部份地區亦都是跟著這個政策這樣行 所以未來就算是代購想來澳門買東西都不太容易 那之後這個消費額度會不會因此下跌呢? 我們都要看看市場上會怎麽調整 好了我們今集就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個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